好,我们再来用行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点这儿,点这个地方就要下一个字 首先呢,我给全局变量给两个 var black 复制于 new image var white 复制于 new image 然后black.src 复制于 new image hizer white.src 复制于 new image 那这两个写成全局变量就是初始化这个图片 初始化图片 那当我单击它的时候,单击这儿的时候 单击这个画板的时候要下一个字 所以我们将来要用一个 unclick 那么就要用一个plane 单击其实我们要得到这个事件 得到这个x和y的坐标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event 给一个参数叫event 所以我们在这儿就要写一个function plane 那这个呢,是初始化棋盘 s,ad,w s,ad,w 初始化棋盘 这个呢,是sizer 在这儿我需要得到用户点下鼠标的x坐标和y坐标 alert alert event clean clean x 看这个值对不对 点下去的x坐标看对不对 581 502 这还锁标好像不太对 这儿应该是010 只能说501 38 579 这儿应该是有500多像素 这儿应该是有500多像素 我想想点下的是501 644 这个坐标还是有点麻烦 我们还低 嗯,再来一个 alert CN 这样吧,我这儿定义两个全局变量 varCN varCTX 这个就不要var了 我要得到CN的这个 它所在的位置是多少 那么要CN.left 看一下left是多少 应该是500像素 好,点一下 undefined 没有定义 500 没有定义 第二个值是500 这个算起来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这个浏览器呢 是聚中的 聚中的话 我们应该 我想想怎么做 聚中的话 我们要解去500 离左边是500个像素 嗯,我可以 我也可以这样做 得到 得到屏幕的宽度 解去600 除以2 就是它的坐标 看这样计算 对不对啊 得到屏幕的宽度 那就是 screen.wise 解去600 除以2 除以2 因为我这个屏幕是聚中的 因为大家浏览器的大小 可能不相等啊 都不一样 好,运行一下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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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左边是500像素 那我们这定义一下 Ware Left Offset Offset 就复制于这个值 CtrlX 等于它 那Y呢 我看它Y要不要计算 比如说X坐标 复制于1. 1. Clint 1. ClintX 解去我们的 Left Offset 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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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于1. Clint Y Alert一下 Y 看Y的值是多少 这个地方有个偏移 这个比较麻烦 比如说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 32吧 Y就32吧 好 那就是Y解去32 这是这两个是得到鼠标点击的坐标 点击 Canvas 的坐标 点击Canvas的坐标 那知道坐标了 我们要知道 用户下子下的哪一列了 那比如说我们点了这 点了这个地方 那比如说点了这吧 点了这 这里的一半处 点了这个区域 比如说我们点了这个区域 要在这下子 点了这个区域 要在这个地方下子 点了这个区域 要在这下子 我们现在要通过这个坐标来计算 多少行多少列 计算这个事情 这地方我们得推导这个算法 假如说我们点了X的值 因为一格是40 一格是40像素 一格是40像素 假如说我点了 40 假如说我点了44 假如说点了44 应该在第44应该在第1个 你说我拿44除以40 取于40吧 44取于40 那也就是我用X取于40 当它大于 当它小于我们的 小于我们的40除以2 小于 我看看X取于40 小于40除以2的话 比如说我点了44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44 那就要加个1 那就要加1 好 我先把这个算法写出来 好 ESC 推出 这个地方自己自己里推导一下 这比较麻烦 做个判断 如果 那我们在这定义两个变量 肉和Core Var肉 VarCore 如果X取于 40 小于我们的 40除以2 小于我们的20 那么肉 就复制于 X除以40 X除以40取整 X除以1 加1 否则的话 肉就复制于 X除以40 减1 那么 alert 我们的 alert 我们的肉 看这个坐标 对不对 好 刷新一下 好 点个这地方 2.225 3.0 这是0 1 2 小于的话 小于应该是减1的 这应该是减1的 减1 这是加1 Ctrl S 好 刷新一下 好 有点问题 好 我们看什么地方 有个问题 这给个分号 难道分号的问题吗 好 再来一次 这可能程序写错了 检查一下 好 这写错了 这地方应该是 else 这个工具呢 有时候一下写一对 好 再用信一下这个程序 嗯 还不对 哎 又少了 括号 Ctrl S 刷新 好 单击一下这个地方 第0 这儿 1 0 刚好的0 0.25 不对啊 1 这是 这是0 1 单击一下这儿 负0.72 点击这儿 是1 0.25 点击这个地方 0.19 0.199 2 3 这还是有问题 这个算法还是不对啊 我想想再改一下 x取 它 大于 等于 20 加1 负责就是 减1 把这个转化成整数 把这个转化成整数啊 parse int Ctrl C Ctrl C Ctrl Ctrl S 好 再来试试 我们点这儿 1 说明对着呢 点这儿 2 点这儿 2 0 1 2 点这儿的话是2 是0 1 2 点这儿应该是3呀 点这儿应该是3 怎么是2呢 哦 对 0 1 2 点这儿应该是3 这不对 点第一个 0 点这儿大于是1 对着呢 点这儿是0 0的话我们要减1的 嗯 4 是 这样 好 再试一次 这个算法比较麻烦 点这儿 1 点这儿 点这儿怎么成0了 点这儿成0 这个值比如这是40 如果是42 推一下 我们的算法错了 它取大于等于20的话 它 否则我们应该是刚好的 不应该解1啊 不应该解1 没有解1这一说 好 刷新一下 点这个1 点这个2 点这个2 这样就没问题了 x坐标算对了 那么再算1坐标 如果 如果 同样的 y 取 于 40 大于等于20的话 好 把这复制一下 Ctrl C 那这个呢 就变成Core Core 这呢我们是初始化行列 这样的话 这个 肉和Core就有值了 那知道坐标了 我们就可以画图 知道坐标了 我们就可以画图 那怎么画图呢 ctx Jaw Image 那么比如说 我们先画一个黑子 Black x坐标呢 我们就是 x坐标和列有关系 那么就是Core Core 乘以我们的40 呃 外 外坐标和行有关系 那就是 肉乘以我们的40 圆模圆样 往处画 好 运行一下 看能复画图 好 单击一下 还是坐标不对 啊 坐标注意 应该放到 这个坐标 还应该解去 x和y应该解20才行 这地方应该再解 解去一个 20像素 再解去一个20像素 画重来一次 好 哎 刚好 对啊 这怎么画到这儿去了 哎呦 坐标还是没有算对啊 那我待会再算一下坐标 然后这小节呢 先讲到这儿 我待会儿就说了 我待会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